臺中月初才發生了海神案 時隔不到兩個星期 再度傳出街頭暴力 有民眾是穿過馬路 看了一眼就被惡煞給打 那甚至您看到整個案子 就像是海神的翻版 六名民進黨議員 他們現在要召開記者會 痛批臺中的警力 他們戴上安全帽 還有墨鏡 就說這真的是臺中人 外出的求生配備 六名綠營議員椅子排開 頭戴安全帽 臉上戴墨鏡 嘲諷正是台中人外出的 標準配備 開車插轉被求犯打到昏迷 不到兩個禮拜的時間 又發生了我們行人 在路上走 只是因為可能看了一眼 而且就被以為是瞪他 然後又被打到頭破穴流 是不是以後下車的時候 應該要戴安全帽來防身 走在路上應該要戴墨鏡 來避免眼睛的餘光 少到路人 議員炮轟 十一月是台中治安黑暗月 這個月七號 海神案三明二煞 把大學生打到重傷 造成社會恐慌 事隔十一天 在十八號 又有民眾穿越馬路 看了路上駕駛一眼而已 就被打到腦震盪 直到被害人上網爆料 案件才曝光 議員質疑警方執行全面掃除暴力專案 但暴力案件卻層出不窮 似乎經不起挑戰 這個案子本來就是一般的 互相傷害的案件 那我們不會針對個案 開一個記者會來做說明 但是我們確實是已經迅速的 抓到了又破案了 警方出面強調 在海神案後 警方不管是在製品 還是茶系毒品槍械 都有所斬獲 但議員認為 是否應該拿出 更優秀的防治暴力對策 就中部最後報道